而在智慧箱代表会的主席陈廖安邀请了县政府施工厂商和业者进行铁条会议之后 在尽量不影响施工进度情况之下 决议在三天廉价以及周休二日时段三个交管时间皆延长十分钟 最后三方达成了共识 疫情趋缓冷了两年多的秀工乱西半周旅游活动逐渐活热了起来 不料却因瑞港公路道路改善工程实施交管造成了泛州业者诸多不便 是不是可以研考这个时段和那个机动性的问题来做一个调整 让你们能够生存能够赚钱我们能够活下去 县政府花64线瑞港公路危险及道路友善改善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居民与泛州业者也都高度支持 然而全县交管似乎也让泛州旅游产业的交通是动弹不得 泛州业者是吐一肚子苦水 10几台车满人就是150几人啦 150几人全部卡在那边 你们没有坐满的没有不错 因为就像你们讲的掉臂的问题啦 我们泛州业者才有办法就是说克服现在有车子的问题 有车子做不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是接着这个车子这样的可能性 施工厂商实施交管 维护施工品质以及工区安全 但在另外一方面却也造成用路人的不便 尤其正值泛州旺季 业者是大怒似乎断了地方业者的生路 要求重新调整交管时间 因为周休二日如果都是报的话 都是一两千人以上 整个影响并不是泛州业 整个瑞税的一个生态都会受到影响 餐饮住宿整个都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周休二日 单位可以考虑把它放欢 当然这是最好没有办法 再做以没有办法方式来调整 远规台风重创瑞港公路后 县政府也全力投入危险路段的改善 同时向中央争取进8亿元的工程经费 逐步逐年来全面提升瑞港公路的道路品质 然而实施交通管制不仅影响居民交通 更严重冲击到了泛州产业 引发地方民怨 纷纷向相待会主席陈廖安陈勤 期盼能弹性调整管制时间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